上主,求祢车耳听我,求祢拯救那仰赖祢的仆人。 我的天主,求祢黏名我,上主,我整天呼求祢。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上主求祢垂怜,基督求祢垂怜,上主求祢垂怜,上主求祢垂怜, 上主求祢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祢无上的光荣,赞美祢,称颂你,朝拜祢,显扬你,感谢祢,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是罪者,求祢垂怜我们,除免是罪者,求祢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求祢垂怜我们,因为只有祢是圣的,只有祢是主,只有祢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祢和圣神,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祢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爱慕祢的戒律,期待祢的恩许, 虽然出身于变幻的城市中,而能洁身自好,一心向往天乡,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我们弟主,天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阿们 宫读伊沙伊亚先知书 善主对宫廷长舍不那说,我要革你的职,测你的位,到那一天,我要把我的仆人,西尔克亚的儿子,厄里亚经招来, 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给他树上,将你的权力交在他手中, 他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世的慈父,我要把达卫王朝的钥匙放在他肩上, 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我要坚定他,如同定在稳固地方的木桩,他的全家要因他而闲耀, 善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善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宫 善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宫 善主,我要全心称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口中的祷词,我要在万神前歌颂你,向你的圣所叩手致地 善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宫 善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宫 善主,无上尊高,却垂顾落小,傲慢人在他面前无法赚逃 善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宫 善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宫 公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 啊,天主的财富是多么丰盛 他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 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 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测 有谁知道善主的心意 或者有谁当过他的顾问 或者有谁先生于他而希望他环抱呢 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 愿光荣归于他直到永远 阿们 善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 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宫独生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来到了菲利伯的凯撒勒亚境内 就问门徒说 一般人说 人子是谁呢 他们说 有的说是习着若汉 有的说是厄里亚 也有的说是耶勒密亚 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西满波多路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对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 歧视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歧视你的 我跟你说 你是波多路 也就是磐石 我要在你身上 也如在磐石上 建立我的教会 引荐的实力 绝不能战胜它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你的地上所舒服的 在天上也要被舒服 你的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于是耶稣严禁门徒 不要对任何人说 他是墨西亚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是谁 耶稣到底是谁 那么你了解了 耶稣基督的恩典 真理 能力 苦难以后 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像这个耶稣 他好像是一个谜团一样 让我们一再地去揣摩 一再地去思考 一再地去 自己问自己 耶稣他到底是谁 当他说天主教太阳 找善人 也找恶人 将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当他说 要爱你们的仇人 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当他说 有人打你的右脸 把左脸也给他 当他说 左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右手知道等等 当他说 这么伟大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想一想 这是一个两千年前 生活的一个穹香僻壤里的年轻人 三十来岁的一个年轻人 哪来的这么的大爱 气惯长红的情怀 跟他完全没有办法对上号啊 跟他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木匠之子 完全对不上号啊 还有当时 耶稣不顾当时犹太教 法律的神圣威严 尽情地拥抱各式各样的罪人 释放被诅咒的人 我们也不得不想一想 这个小小的木匠之子 哪里来的这么气势磅礴 一些千里的恩典 他身上怎么有这么大的恩典 还有当耶稣 从论人生的各个方面 他都讲得偷偷是道 而且独居一致 那我们就不得不想一想 这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乡下人 从哪里来了这么出身入化 逃犯入圣的见识 等他叫下次看见 学着行走 阴风踏浪 让水变成酒 甚至叫死人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不得不想一想 这个拿砸了人 拿了的这么高深莫测 难以置信的能力 所以 以创造者的口气 指着大自然说话 以至高者的口气 向魔鬼发烈 而且他说 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 这种口气 我们不得不想一想 这个乡下的一个木匠 哪里来了这么至高无上 不容置疑的权威 权柄 权力 所有这些谜团 都指向一个谜底 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 不管是知识分子 还是普通的人 他不怀疑这个谜团 这个谜团背后的答案 谜底 他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但这个谜团对他来说 是存在的 那么 在这里 今天的福音中 就给我们解释了 解答了 这个谜团 应该在圣经上 这个入网福音当中 记载说 看这个人 这个毕拉多 对他们说 看这个人 这句话非常有名 那么 看这个人 你一再地往下 看一看 再多看一看 多么的玄妙 多么的神奇 少有人怀疑 释迦牟尼 穆罕默德 梅瑟 孔子的真实性 却有很多人 怀疑 耶稣 基督的真实性 为什么呢 很简单吧 原因就是因为 耶稣这个生命 太玄妙了 太神奇了 释迦牟尼也好 穆罕默德也好 梅瑟 孔子 老子 庄子 他们都没有 这么的玄妙啊 这个玄妙 这个神奇啊 不仅说 统征女所生 复活升天 等神奇奇事 叫人不好接受 更重要的是说 耶稣生命中的 两极对立 和自相矛盾 太多了 太玄了 比方说 他有大恩大爱 但是为什么 却被人们 无情地弃绝 他这么好 这么爱 这么样的柔弱 人们却容不下他 他有大能 为什么任凭任人 欺凌残害 他自称是真理的化身 为什么却不反不谎言 却默默无语 他圣洁无瑕 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 成为一朋友 他就是圣经所见证的 先知所孕验的那一位 为什么精通圣经和先知 预言的犹太人 却不认识他 你看 这些啊 都是到处 让我们继续地 再看一看 这个人啊 到底是谁啊 他一出生 遭人追杀 另一方面呢 有时候人 从远方远东而来 来朝拜他 他对人 非常的和蔼 大有能力 帮助人 医治病人 复活死人 对自己却一点能力都不用 实际上 有富的人 有贫穷的人 为了他一天入习 却富家天下 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么耶稣呢 就问宗徒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这是今天福音中 耶稣问宗徒们的 耶稣传教 医治病人 赶出魔鬼的时候 人们都纷纷地议论说 这人到底是谁 耶稣 十二宗徒呢 看到风和海都听从他 也彼此问说 这到底是谁呀 根据圣经的记载 当年呢 有几种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是 耶稣是一个坏人 你说 居然有人说 耶稣是个坏人吗 对的 在马窦福音 十一章十九节说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他们却说 看那一个贪吃 是酒的人 睡了一会 罪人的朋友 你看 这不就说 他是一个坏人吗 又有人说 他是一个凡人 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马尔库福音 六章三节说 这人不就是 那个木匠吗 他不是玛利亚之子吗 你看 说他是一个平凡的 普通人 那么又有人说 耶稣是从天主而来的师父 这是那个法利塞人 叫做尼克德姆的 尼克德姆的 他说 你是从天主而来的师父 第四种看法说 耶稣是一个义人 百夫帐开箭所发生的事 光荣天主说 这人实在是一个义人 第五个观点认为 耶稣是一个先知 耶稣复活 那一天寡妇的儿子 以后呢 众人都害怕起来 光荣天主说 在我们中间 兴起了一位大先知 你看 在这里说 他是一个先知 第六种看法说 耶稣是永生天主之子 那么 说义人也好 先知也好 虽然不足以表达 耶稣真实的身份 但是呢 他们好像 还表达了一部分 那么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是谁 伯多禄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你看 在这里 道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 耶稣基督听到 伯多禄说的这句话说 哎呀 月娜的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血肉之人 启示给你的 就是不是你的老师教你的 也不是人们说起 这样子的 也不是你看了 别人有智慧的人 论及我说的 是天上的父 启示了你啊 所以你是有福的 天主之子 是耶稣所认可的 所承认的 是唯一正确的看法 天主之子 是耶稣基督 唯一的身份 所以我们知道了 他是天主之子 我们对他生命中的 玄妙跟神奇 就容易理解了 他既是天主之子 又是人子 他的所言所行所为 都是来自于他的所事 他是什么 就决定了他说什么 他行什么 他是天主之子 所以他就说 天主之子说的话 行天主之子 所行的事的 所以第三节 第三点我们说 他是天主之子 天主之子就是说 唯有他是天主之子 唯独他是天主之子 圣经上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 身为天主的 他给我们详述了 这就是说天主之子 或者叫做天主的独生子 真正的含义 西伯来书上 一章三节说 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 是天主本体的真相 哥罗森书二章九节说 因为是在基督内 真实地住有 整个圆满的天主性 哥罗森二章二节也说 天主的奥秘 横杠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奥秘 应该在这里 都表明了 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身份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的时候 我们只认为 他是一个理论的 高高在上 你是高高在上的天主 我是普普通通的人 你是金在永在习在的天主 我是一个有罪有死有限的人 我们把天主放得那么如此之高 把我们放得如此之低 距离如此之远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耶稣基督 那个天主之子是如此之陌生 如此之有距离 其实耶稣 他说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生活在你们当中 我就是跟你们天天在一起的天主 所以我们不要 拿其他的观念来比喻天主 而天主就是跟我们朝夕相处 息息相关的 天天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 所以在圣经上 若网福音一章十八节 说得也很清楚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说得很清楚 很绝对 只有就是他复还里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给我们享受了 那么每一个人 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 看到了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些事 不得不明白 想起 或者是认识到他大带是谁 耶稣说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看他自己 就把自己跟父 画上等号了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哪里去 应该说得如此之绝对 他又说 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 又要离开世界 往父哪里去 而且耶稣基督有宣称 我来自于父 来到了世界 我要离开世界 往父哪里去 他的这个口气 让大地震动 让大地涉及地震 耶稣自己又说 你们的眼睛有福 因为看得见 你们的耳朵有福 因为听得见 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看得见 我这个天主 你们听得见 我这个天主的话 所以你们有福了 耶稣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崖巴朗之前 我就有 你看他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他又宣称 他超越空间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看见天开 天主的天 是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这不就是超越时空吗 而且他又宣称自己 虽然在人间 却在天上 他说 我给你们 你们是出于地 我却出于上面 你们出于下面 我却出于上面 你们出于这个世界 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 因为他超越这个世界 而且耶稣 他宣称 他运用理智 超越人的理智 却超越人的理智 他说 我给你们讲世界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如果给你们说天上的事 你们怎么会信呢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真正的知道了 波多鲁所宣告的 耶稣 你就是墨西亚 你就是天主子 一旦我们确认了 耶稣基督天主之子 是圣眼降上成人的天主 那么我们就可以 稍微看出他身上的谜团了 就可以稍微的理解 他不顾一切的 这么样的 好像疯了一样 他家人说他疯了 也可以稍微明白他 为什么一再的叫人 像婴儿一样的信了他 却从来不期待 聪明的人 又智慧的人去信了他 耶稣说 因为你将这些事 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给了小孩子 所以通过今天的福音 我们认识到了 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是谁 他是天主 他到底是谁 他到底就是天主之子 阿们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生活万事无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从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至圣至宫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救恩 并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全体神职人员祈祷 求主使他们明了自己的职责 圣得日敬 救您心切 妥善牧养上主的群羊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让我们忠心感谢耶稣 为我们建立了以伯多禄为首的圣教会 使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 共赞主荣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同胞祈祷 求主引导他们 那时救主基督 加入祂的教会 并使我国固有的道德 经过恩宠的圣化 达到更完美的境界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远离天主的人祈祷 求主赐予他们悔改的恩宠 使他们能归向天主 信赖天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天主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发慈悲 福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固的果实 麦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欢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祂的圣民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益出 仁慈的上主 我们都仰赖 你圣子的一次 牺牲而获救 得为你的义子 求你赏赐我们 在你的教会中 和尔为一共享和平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祂借着愉悦奥基 完成了神庙的工程 祂使我们摆脱 罪恶和死亡的枷锁 而分享祂的光荣 得成为特权的民族 王者的司祭 圣界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你招教我们 从黑暗中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 承扬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手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享彻云霄 奔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享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地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 复活的日子 你以高举祂 使祂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祂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祂甘愿设臣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祂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祂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祂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贤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祢的圣死 我们歌颂祢的复活 我们期待祢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祢奉献生命之两 祈吻之杯 感谢祢使我们得在祢台前 侍奉祢 我们恳求祢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吹念朴实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方基格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吹念怀着复活的 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吹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吹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德语天主之母 统责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与祖基督 赞美你 献养你 全能抵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和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助的训事 又承受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奋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或的安全 使我们 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我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兰夫圣宴的人 是有福地义 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上主 你使蔬菜生长 供人食物 使大地生出五谷 你以美酒舒畅人心 有福地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祈祷 仁慈的上周 求你借此圣体圣事 广失慈恩 治愈我们的心灵 改善我们的生活 好能在一切世上 博得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尼撒离城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